哈喽大家好我是美股任务情 我们今天继续来对大盘 还有跟踪的几个股票进行详细的分析 昨天的话是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FB财报之后业绩非常的差 原来一个大跌 那么对于这只股票的话 呃我不好做出太多的一个判断啊 因为本身我个人而言对这个公司的CEO 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说一直也没有去碰他 或者说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一个股票来去对待 还有就是他的这样的趋势呢 在我的一个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就是三四次的测试这个位置也都没有去上去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昨天特斯拉 他又同样有了一个这样的下跌 根据我之前说的那样一个观点啊 就是说特斯拉如果说要去抄底 或者说要去呃做多的话一定是等做多 如果他的趋势走出来再去进行一个这样的做多操作 否则的话在这样的区间之内只有短线操作的价值 没有办法去承词 承词的话首先第一点在我看来就是说 他这样的一个通道呢 他起码要先就是呃走平啊 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走平筑底之后他慢慢的往上去走啊 这是呃一个长线抄底的这样一个侧流 现在的话他还特别的一个左侧啊 在我看来就是说是 你左侧交易的话也不是盲目的去抄啊 一定是等他呃无限趋势于走平 或者说无限趋势于这样的一个 角度舒缓的时候 再去有一个这样操作啊 我们去把它搭上均线去看一下 他这样的走势 你看这边他现在均线的口啊 开的还是比较大 也就是说向下发散的这个力量的话 他还是特别的强 所以说我之前赶到的760这样的一个 目标的点位呢 呃是一个初步的呃长线建仓的话 一个点位 现在800多900在我看来 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吸引力啊 这个 如果说去做短线的话 每天日内那当然都有很多的一个机会 去进行一个宣言的操作啊 有一几块钱的一个差价 但是那样的话 呃在我看来就是比较累啊 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对他进行操 所以说想长线的话 慢慢入手 寻找一个比较更合理的价位 进行一个操作 一个就是我说的一个760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起码要是 往右去走啊 要走平啊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 就是如果说你配上G线去看的话 他要有这样的一个 起码的线的话 他要开口要逐渐缩小一些啊 缩小的话 意味着他可能会有一个变盘 他他还逐步放的这么大的 一个线啊 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好现象 再加上他的这种反弹的力度的不是很强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他应该去继续往上突破 但是他反而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回踩调整啊 我们记住有更小级别的周期 进行一个判断嘛啊 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他呃低点也都是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降低啊 那那那么这个反弹的话 每次他是没有超过呃 盛面的一个这样的高点啊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 他如果他有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反弹站位这个位置 那么他可能会开启一个向上的走势啊 所以说至于这样的话 他可能还会去回测前面的800以内的这样低点的一个位置啊 接下来的话 他横行的一个走势呢 呃 如果说他要去回测前面的一个这个低点位置的话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一下 他在这个地方前面的低点能不能去刹车刹住啊 还记得我在前面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是到了一个粘线的这样的位置也是挺关键的啊 或者说他同时也是到了我画的这个趋势通道的最下边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看这里能不能守住 如果守不住的话 他这边砸下来的话 他还是比较凶残的啊 所以说 特斯拉这个 长线 中线啊 他这样的投资一个买入的点位的话 嗯 需要尽可能的 有这样的一种等待啊 另外一种等待就是我说的那个情况啊 他还有 突然之间的一个 向下的一个超级放量 超级巨大的这样的阴线啊 因为这里的话会浑水摸鱼 会倒手 然后机构的话会埋入一部分 可能会有一个空头平仓 然后又砸上去 砸一下会拉上去啊 这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超短线的机会吧啊 如果没有这些机会的话 平时这些短线短期的这种小K线的波动 它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啊 在我看来这种的话 可以说是忽略不计 这是我对整个特斯拉的这样的一种判断 那么 那么像接下来的AMD的这样一种走势 他是谈到了这个位置 但是也没有站位啊 最后砸下来了 那么他接下来 有可能他就还会再去慢慢的回撤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走上去 当然这种股票呢 昨天也是分析过了 他的基本面子非常的不错 现在只是半导体 他一波炒作的话 已经接近了一个吻伤 那么如果要买入他的话 那么就只能是中线成线对待 那短线的话 肯定是到不了这样前高的一个位置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是显而易见的 比较猛的这种下跌的这种格局啊 你看一下这四小时线 然后这边的一个反弹没有上去 一个一个低点都是 高点都在这样的一个降低 低点呢 也是在这样大幅度的一个降低 所以说 像AMD这样的股票 还是做呈现比较好 就是说挡趋势 跌的比较好的话 跌的比较狠一点的话 可以去逐步的分批 去买入一些这样的一个仓位 我们买入的话 当然也可以根据一些重要的这样均线呢 或者说根据一些这样的 关键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红金分割啊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地方 我们比如说去看一下 红金分割啊 比如说他 呃 重要的一个点位上面 你看他那个反弹啊 然后50%左右 对吧 所以说 他的一共往下回踩啊 那么又是一个这样的位置 618啊 50%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 呃 简单的去画一下 到这样的位置 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回踩啊 他已经往下砸了 如果说他能跌到这个起点这个位置啊 那简直是就是一个减筹码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说 你现在这样的股票 确定了去北面之后 而且他又手上有大量的现机流啊 那么在现在这样大盘不好的情况下 只要他有巨大幅度的这样下跌 那么他就是一个减筹码的这样的好机会 呃 主要就是硕设两个股票 像其他的暂时那些成长的股票的话 现在都是有巨大幅度的 这样很惨烈的下跌啊 暂时我就先不去关注那些股票 呃 需要去等 等一等啊 市场来消化一下啊 等这波 嗯 加息的一个预期过去之后啊 慢慢沉淀沉淀 然后再去看谁是更好的一个长长股 呃 再去通过去北面的判断 考虑要不要去买入 啊 那么目前最比较确定的那我认为啊就是一个特斯拉还有个AMD这两个股票 AMD就是也是出了财报之后啊 目前他确定了啊 那么他的将来一两个季度的持续他的一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啊 有人会说这个财报的话 他是见光死啊 他确实在这样的大盘不委定的情况下 他就是一个见光死啊 财报之后他就是这样一波上去 然后后面的动力呢 可能就会逐渐的减弱啊 又重新去跌回来 财报的一个好坏 和大盘的关系的话 他还是比较密切的 如果大盘好的话财报也比较优秀 那么他可能会持续的产生的动能比较强劲啊 就像之前的TSM这样一样 最高是那天跑到了145啊 然后后面的话他又开始砸下来 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啊 有可能他还会去往下走 所以说现在对于一个股票的反弹或者上涨的这样一种恒情的话 前面是不能激动的啊 我们要去做好这样的中程线的这个对待 那么中程线的话就是车位要轻一点 然后飞舱去操作的话 价位一定要去拉开 支持着你要拉开20%到30%这样的一个差距 像我之前去说到的一个这样情况啊 我说AMD是在这样的97左右啊 然后很多人说他 这97有点开玩笑啊 不能到达啊 那么这97的话是我在我看来的话 他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这样系列预期的 然后你看那天他也是到了99啊 也就差2块钱啊 那是我比较认为符合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的话一波趋势他涨起来的话 在大关不好的 他一定是会能跌回他原来的那个位置 你看这个高通就是这样的 这边上边的距离 然后他是能等于 下边的这个距离 如果说呈现超低的话 能实现这样的差距的话 那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去买入一个第一笔层位 如果他继续往下跌的话 那么就是这一段距离等于 下面这一段的距离 如果他能再到这 再到这再买入第二笔仓位 这两笔仓位的话 他前提他不可能直接就是这样的砸下来 他还会有一个这样的反抽 我们可以去短线之中去灵活操作一下 这样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么今天主要就是说一下大盘 还有他的 股票的一个新关性 至于大盘的话 他就是每天他也在持续的一个区间的动荡 那么我们做好股票 手里面的一个抄底的一个拉开差距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说每天去情人优天担心这个大盘的话 倒也不必要 好 那么现在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去多多订阅点赞转发 好 好 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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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